它完全順身,有一點微A又不會太A 我穿的最難駕馭的綠色了 已經瘦成這樣 它厲害就是視覺效果會是順身直升的 再來一樣是彈性單層的 所以你買到裡面比較淺的顏色自己換上淺色的那種 彈性就這麼好 外加它其實後面有個開個叉 那我覺得也很隨性的 有時候你穿膩的 欸 叉 我想在旁邊 欸 叉 我想在前面 欸 叉 我想在後面 隨便你轉 那綠色其實就是很淡的薄荷綠 那我覺得它也蠻好搭衣服的 你要搭棉麻啊 搭白色啊 我覺得都很OK 它的藍色是有點灰藍的概念 它不會到超級水藍喔 然後呢 它也是非常顯膚色的 然後夏天你可以搭出度假的感覺 長度的話 女兒身高161 所以呢 高鞋低鞋都可以 那我現在穿的T恤就是最基本 大家家中有的大T 就這樣 所以我就講了 它一點都不困難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綁阿渣的 你直接放出來我覺得也非常好看 這個粉色真的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它是咖啡色 很標準的咖啡色 但是它是很顯腿白的咖啡色 而且咖啡色比較沒有什麼內阻的問題 一樣 非常的修身跟顯瘦 黑色還是最瘦 最實穿 最白搭 很方便的一個顏色 彈性穿好的 一件裙子可以穿兩個妞妞 插位 左邊 右邊 前面 後面 隨便你自己去扭囉 黑色怎麼穿 怎麼瘦 灰色的話我覺得它是 第二有質感的顏色 它是深灰 然後壓折也是都非常的分明 如果你今天還是沒有想穿跟鞋的感覺的話 我們採平底鞋 我覺得要去上班阿 要去做什麼 我覺得一樣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這個顏色蠻適合夏天 柔柔嫩嫩的 可以度假可以休閒都可以 它穿起來屁股一樣是非常的鮮細 然後完全沒有就是肉飛出來的概念 完全不會有超級彈力 舒舒服服 然後變得更好看喔 感谢观看